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之前造势抢人 抢明星 抢观众 抢明星靠的自然就是资本了 至于抢观众说了卫视粉以外 靠的自然就是明星 高人气的明星加盟能够让节目吸引到更多粉丝观看 同样有实力有人气的歌手 自然也就成为了各个卫视哄抢的对象 比如说周深 江苏卫视正式官宣周深加盟江苏卫视跨年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比起其他平台 江苏卫视是一个跨年在好好唱歌的平台 专注于歌手更多一些 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家卫视宣布 周深将会加盟分别为央视北京卫视 B站湖南卫视江苏卫视 刚好昨天周深上了一个热搜 周深被大张伟问 你怎么还不红啊 其实早期的周深比很多人想象当中要苦很多 甚至一度被埋没 我并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个理论 相反如果不主动争取的话 索要资源 那么在各大卫视曝光就真的很难出头 在有实力是一回事 没有机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早期的纯歌手似乎就是这么的难 很多人都说大鱼是一个转折点 大鱼的出现让周深熬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 男嗓唱出来的声音却是极为柔和的声音 那几年的周深受到的骂声可不是在少处的 甚至我相信 即便是现在也依然有很多人对周深恶语相向 仅仅只是因为自己审美的不认同 这种情况 各位如果不知道怎么才能感受到的话 不妨想一想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安琪 参加乐队的夏天的酸 女嗓唱出来的声音却是极端嗓 她们收获的差评又是怎样的呢 看到这些评价 各位大概就能够想象得到 当初的周深面对的都是怎样的辱骂了 所以当初大张伟对周深不带任何嘲讽 而是真诚的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周深呢也难免也会落泪了 因为这真的很苦 这么有实力却就是不火 当然了这都是之前的事了 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如今的周深会这么火吧 并且让人相信他能够一直火下去呢 首先是实力 和很多流量明星不同 周深并不是只有流量而没有实力的歌手 这里说一下还是那句话啊 流量并不是贬义词 有流量是好事 但是空有流量却没有本事 那就别怪别人吐槽你了 周深的唱功在华语乐坛新生代的里面呢 是独一档的 甚至可以说是远超于其他人的存在 没有任何歌手可以替代他 有实力自然就没在怕的 音乐综艺节目如此之多 我们的歌大放异彩 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和诸多专业的歌手同台晋级还获得了肯定 这和流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你有实力仅靠硬捧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的 如今的人气呢 是周深靠着实力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其实呢是综艺感 对任何明星来说呢 有综艺感都不是坏事 尽管周深是一位歌手 但周深呢却并不是创作上的歌手 而是vocal型的歌手 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很多人喜欢说周深评上综艺 然后呢又没有专注音乐如何如何的 但是既然有这么好的综艺感 上综艺还能够吸粉 本身实力又不差 音乐实力又不会落下 那么为什么不参加综艺节目呢 对于周深来说呢 平时又不需要写歌 只需要每天坚持练声即可了 参加综艺和音乐事业完全可以兼顾 应该庆幸周深没有被埋没 如今呢正是周深事业巅峰期 所以看到江苏卫视官宣周深的这个消息 我还是挺激动的 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多一首歌听了 同时呢周深也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了 优秀的歌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加盟的平台越多呢 演唱的歌曲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时候周深唱的现场呢 会比录音室的版本还好听 就不知道了 这一次江苏卫视跨年 周深会选择演唱什么样的歌曲 与此同时 人民文娱还发布了一则 此次获评2020年度 十大OST视频合集 该2020年度十大OST的歌曲出处视频 都凝缩在这个视频当中了 其中在2020年度十大OST当中 周深演唱的 锦衣之下主题曲愿排在了第四位 电视剧锦衣之下的主题曲愿 于2019年12月23号发行 歌曲前奏呢 与弦乐和钢琴开端 细腻的音符缓缓的流入耳中 深深干净的嗓音 深情的诠释了对感情的留恋和不舍 如同歌中所唱的 谁的愿让人浑绕梦谦 在这一刻永恒歌前 周深缠绵翡测的空灵 吟唱当中唱进了路易的一往情深 那是他在深沉眉眼间的浓情不悔 那是他在默默不语下的温柔守候 那是他在隐忍不发酵的本心手艺 2020年1月15号 在出发把师傅节目中呢 深深首次现场演唱了《愿》 7月25号的《晚安明天见》 T.M.E. 现场音乐会中深深也演唱了这首歌 《愿》的音唱是一绝 婉转悠扬动人心弦 当时呢追剧而听就听出来了 简直不要太开心了 并不了解锦衣之下的情节呢 但是感觉整首歌的歌曲呢 是以主人公之口为被盗来的 将寻而不得的纠缠 惆怅之感与分隔两界的 无奈和悲怯表达的是淋漓尽致 周深再次表现出了 他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一贯深情一劝的歌曲和 百转千回的吟唱之间 仿佛已经随着 曲调一同的走过了 故事的启程转合与悲欢离合 而这一切呢 又随着你的吟唱化为了云烟 再次用歌声为我们展开了 缠绵的情感和纷飞的话圈 在发布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呢 周深的愿 获品到了2020年度的十大OST 这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粉丝们分留言为其打call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